时序入冬 天气变冷 宣告泡温泉的好时机来临了 交通部观光局结合全台19个温泉区 12号下午在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 举办2021到2022的台湾好汤启动仪式 宣告台湾好汤跟着温泉暖旅游正式开跑了 台湾好汤启动仪式记者会在 有最美绿叶之称的李毅主持现场气氛热到最高点 并且安排了花联高光乐舞团带来气势磅礴的演出 接着是大地时装秀与台湾好汤的结合 由国际知名设计师莎布拉安德烈 真知女王温怡良以及16位服装设计师 为全台各温泉区设计专属浴衣 秀出各温泉区的特色跟风采 这一次的温泉区不同的就是我们 把每一个温泉区共有持久和温泉区 制作每一个地区不同的这个服装来展示 那么之前我们都是延期日本的这个河湖 那么我们希望让每一个温泉区 都有自己的特色的这个服装来 这个展现 接着由各贵宾一起进行启动仪式 邀请全国朋友一起来规划温泉旅行 也祝福今年的温泉观光再次掀起全台温泉旅游热潮 并让游客留下暖心的回忆以及在地独特的温泉味道 我们特别来到我们的花莲 最主要是要让大家感受我们花莲最美的这个自然的环境 跟天然的资源 希望大家能够在户外 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能够疫情趋缓了 能够赶快大家走出户外 年度台湾好汤持续在过往的基础上 推陈初心 并且持续带动行销热度以及话题 期盼能够跟地方政府在地产业对话以及合作 攜手呈现各个温泉区的独特美丽 那我们瑞瑟安通的汤全值呢 它是跟我们日本的油马温泉的全值是相当的 有黄金双汤支撑 那所以我希望全国各地的好朋友能够来泡不一样的汤 因为瑞瑟的氯化物碳酸盐全是全国唯一的 2021-2020台湾好汤行销活动将在即日起到明年的4月底为止 岂不止带动台湾秋冬温泉旅行热潮 更将台湾温泉区域的各样美好温暖的感受传递给更多人 让温泉真正的抚慰人心 记者高双双瑞瑟湘采访博道